小军 你哪儿来的钱买这个气球啊 是小军靠自己能力赚的 小军 那你的欣妮姐姐收到了 那这个气球你先拿去玩好不好 谢谢宝贝 这孩子的前途啊 不可先聊 好了 咱们去玩吧 走吧 好 走 我帮你带来 嗯 进不进啊 嗯 可以 我看看 哎 不错 我的话看你 你也不错 是吧 嗯 哈哈哈 你能不能把那个帽子给 好的 谢谢 这个怎么样 还行 是吧 可爱 哦 你们觉得有戏吗 我看行 他们两个那不是一对吗 过了今天他们就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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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 来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两个去玩 我们也好 二人世界一下 你知道什么呀 史维聪可是危险分子 要不请你给我呗 杨阳姐 你真狠 会提吗 我小时候可爱提了 你不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 你不用知道那么多 你呢 只要知道一点 我宁愿你跟杨阳独处 我都不能让杨阳和史维聪独处 坚决不信 来 慢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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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 你又是一个人玩呀 我可是爸爸妈妈带我来的哟 去 去 爸妈的了不起啊 爸妈 你父母也不在身边啊 你从小一个人玩 是啊 怎么样 敢不敢再试一试 敢 走吧 走着 我走 天我走呀 明明我走呀 我走呀 我走呀 你坐吧 你走呀 你走呀 我走呀 明明不能玩还非要玩 怎么样 遭殃了吧 喝水 胆量不错了吗 小鬼 你也不错 打输了 小军 小军她从小 不在爸爸妈妈身边长大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我竟然跟小孩认真起来 我光听别人说什么 失恋阵线同盟 咱们这是什么呀 虚爱阵线同盟 一群没有在父母身边长大的人 来园游会寻找童年 来 怎么不去玩啊 钱了 剩多少啊 我给你 还呀 那这么多啊 笨蛋 去 买礼物送给他 你不懂 傻我不懂 我之前跟你子虞姐姐闹别扭 现在我们俩 不要玩得好好的吗 我做错事 他再也不会理我了 做错什么事了 他找我一起去跳山 然后呢 我看多数女孩子在跳山 我就推开他跑掉吧 你怎么推女生呢 他哭了 他对我大喊 他再也不会理我了 真好 没这么点小事 就可以表现得跟世界末日一样 大叔 你说什么 你长大了 你长大了 这个事 是你经历过所有的坏事中 最最最最最最亲的事 当大人这么不好啊 别做好的朋友讨厌 也是最最最最亲的事吗 那当然了 当大人以后 就不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更不可以 随便露出这种世界末日的氧气 那我不又长大 那如果长大 可以赚钱照顾爷爷奶奶呢 长大吗 长大 对吧 跟漫长的长大过程相比 去跟最好的朋友道歉 是不是容易多了 好像是 是吧 去吧 可万一斗签了 他还不原谅我呢 一次不行 那就一万次 直到他原谅你为止 好 嗯 嗯 你们两个聊什么呢 这是男子汉的谈话 没错 男子汉的谈话 去吧 嗯 悠悠 悠悠 小军 小军 这样真的可以吗 放心吧 如果我不这么做 我将来长大一定会后悔的 你原谅我 对不起我 坏了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是我愿意把全世界的体育 让给你吃饿的人 你不要不理我 没事了 真是你 真的是你 小军今天遇见你可真幸运 是吧 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英雄 你就是啊 帮小军挽救了他的友情 还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陪在他身边 今天可是园游会 你说要是原来也有人陪在咱们身边就好了 如果我能 早一点认识你就好了 每天都要在那儿 又被小学生超过了 这进度秒杀书晨呢 这简直就是个悲剧嘛 要不要教你两章 对 放过我爸 让我在这个纯洁高尚的氛围中 多沉浸一块 每天都一样 对未来充满幻想 总有一束光 在遥远星空飞翔 好像翅膀 有力量在我的心中 成长 站在山顶上 想飞向那个地方 能抚腰之上 在浩瀚宇宙 想插上翅膀 能飞向那个有力的地方 Honey 趁我们都还年轻 穿越一万光年的距离 与你相聚 爱上你是我的你 爱上你快入了心 别走了 我们一起拍个照留念吧 好 好 稍等了 看一看 一二三 好 换人回来 我来 我来 等下最高的山顶 山顶 山顶